17.1进入不可描述地带 Y染色体将在460万年后消失 人体结实 作者因比尔布莱森 翻译驴家 以下事实不免令人稍感惊讶 在漫长的文明史里我 们绝大多数时间都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生来是男性 另一些人生来是女性 虽然早在19世纪80年代 一位忙碌而又精力充沛的德国人 海因里希·威廉·戈特弗里德 封瓦尔·戴尔哈茨 就发现了染色体 但他们的重要意 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和重视 瓦尔·戴尔称之为染色体 是因为他们在显微镜下 能很好的吸收化学染料 我们现在知道 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 男性有一条X染色体 和一条Y染色体 这就是导致两者性别差异的原因 而这种认识来得很晚 哪怕到了19世纪末 科学家仍普遍认为 性别不是由化学物质决定的 而是由外部因素 如饮食气温 甚至女性怀孕初期的情绪等决定的 解决这一问题 迈出的第一步是在1891年 德国中部 格廷根大学年轻的动物学家 赫尔曼·亨金 在研究一种火风的高丸时 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他研究的所有样本中一条染色体 总是与另一条保持距离 和如今人们想的不同 亨金称之为X 不是因为它的形状 而是因为它显得很神秘 它的发现 引起了其他生物学家的兴趣 但亨金本人似乎不为所动 没过多久 他在德国渔业协会找了一份工作 余生都在考察北海的鱼类资源 而且据我所知 他再也没观察过任何昆虫的高丸 亨金偶然发现染色体规律14年之后 大西洋彼岸出现了真正的突破 宾西法尼亚州布林木尔学院 一位名叫内地史蒂文斯的科学家 在对粉虫的生殖器官做类似的研究 他发现了另一条疏离的染色体 并且意识到 他似乎在决定性别方面扮演着角色 这是他的关键动静 他按照亨金起民时所用的字母顺序 称它为歪染色体 内地史蒂文斯本应该更出名的 他1861年生于佛蒙特州卡文迪时 很巧这里就是13年前 菲尼斯盖奇修铁路时 被一条铁棍贯穿头骨的地方 史蒂文斯家境贫寒 他用了很长时间 才完成了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 他当了好几年的老师和图书管理员 到1896年35岁 时才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 42岁才最终获得博士学位 此时距离他短暂的一生结束 已经没多久了 他接受了布林木尔研究所 初级研究员的职位 他不光发现了染色体 同时从事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发表了38篇论文 如果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得到更广泛的赞誉 史蒂文斯几乎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只可惜多年来 人们通常把功劳归给埃德蒙比特威尔逊 他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独立地做出了同样的发现 究竟谁第一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并未完全理解这一发现的重要性 史蒂文斯无疑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然而造化弄人他患上了乳腺癌 并于1912年去世 年仅52岁从事科学工作仅仅11年 插图总是把X和Y染色体表现为大致接近X或Y的形状 但事实上大多数时候 它们看起来并不像字母表中的任何字母 在细胞分裂过程中 X染色体确实短暂地称X型 但此时所有与性别无关的染色体也都呈X型 Y染色体仅在表面上与Y相似 但它们跟自己的命名字母 有着稍纵即逝的相似之处 实在只是个惊人的巧合罢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 染色体太难研究了 它们大部分时间的存在形式 都是细胞核中难以分辨的团块 属性它们的唯一方法是趁细胞分裂时 从活细胞中获取新鲜样本 而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按一份报告所说 细胞生物学家们眼巴巴地站在绞心架底下 为的是抢在死刑犯被处死之后 染色体又还没凝结成块之时就修复其膏丸 即便在这个时候染色体也趋于重叠模糊了 除了能粗略的数个数目出来什么也没法干 但在1921年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细胞学家 西奥菲勒斯佩克宣布 他获得了一些不错的图像 便信心十足的断言 自己数出了24对染色体 这个数字一直保持不变 基本无人怀疑 直到35年后的1956年 研究人员做了一次更仔细的检验发现 我们只有23对染色体 好些年来这一事实其实从照片 还包括至少一本流行教科书里的插图 上看已经很明显了 只是从来没人想过要去再数数看 直到最近人们才刚刚知道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部分人 是男性一部分人是女性 1990年来自伦敦国家医学研究所 和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两支研究团队 才在Y染色体上确定了一个决定性别的区域 并称之为SRY基因 意思是Y染色体上的性别决定区域 经过了无数代制造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繁衍之后 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了 Y染色体是个奇怪的小矮子 它只有大约70个基因 其他染色体则有多达2000个以上的基因 1.6亿年来 Y染色体一直在萎缩 据估计按照它目前的恶化速度 再过460万年它就会完全消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会在460万年以后消失 决定性别特征的基因 大概会转移到另一条染色体上 此外我们操纵生殖过程的能力 在460万年里可能会变得更加精湛 因此没必要为此大惊小怪彻夜难眠 有趣的是 性别其实并非必须 相当多的生物体已经放弃了它 在热带地区 人们常常会看到壁虎像真空张钩般贴在墙上 这种绿色的小蜥蜴就彻底抛弃了雄性 如果你是个男人 大概会为此手感不安 但我们为支持生育的政治派别 带来了莫大的好消息 足可轻易打消这种不安 壁虎传卵 而这些卵是母体的克隆体 它们将长成新一代的壁虎 从母亲的角度看 这种安排非常圆满 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基因得到了100%的遗传 而按照传统的性别遗传 伴侣双方只能传递一半的基因 并且这个数字会随着下一代的延续不断减少 你的孙辈只有你四分之一的基因 增孙只有八分之一 增增孙只有十六分之一 如果你渴望遗传不朽 那么两性延续是很糟糕的实现途径 正如希达多默克吉在《基因传》中说 人类实际上根本就不再生 壁虎是再生 我们是虫组 性别可能会稀释我们对后代的个体贡献 但它对整个物种来说公莫大焉 靠着基因的混合和匹配 我们获得了多样性 这带给我们安全和适应力 基因多样性让疾病难以在整个种群内蔓延 还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断演变 我们可以保留有益的基因 抛弃那些妨碍人类共同幸福的基因 克隆一次又一次地带给你相同的东西 养性繁衍则带给你爱因斯坦和伦布拉 当然也带来了一大堆蠢货 就人类存在的领域而言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性更缺乏确定性 或者说更难以启齿进行公开讨论的了 光是Padendam这个词就足以说明 我们对生殖问题是多么敏感了 它的意思是外因 来自拉丁语意思是为之羞耻 除了是为消遣也几乎不可能获得 任何有关性的可靠数据 有多少人曾在亲密关系中对伴侣不忠 数据为20%到70不等 一切拒绝于你参考的是诸多研究力的哪一个 问题之一在于 而且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旦受访者认为自己说出的答案 他人无法核实 就不自觉地说出与事实不符的话 在一项研究中 女性受访者以为自己跟测谎仪接在一起 她们回忆起的性伴侣数量就增加了30% 尤其值得指出的一项研究来自1995年 在美国所做的性问题的社会构建调查 由芝加哥大学和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进行 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 可以让他人都为孩子或现在的性伴侣 在场陪伴 在这种情况下 调查几乎无法得到完全坦率的回答 事实上 事后的调查显示 如果有他人在场 回答前一年跟不止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受访者的比例 就从17%降到了5% 该项调查的其他许多不足之处也遭到了批评 由于资金问题只有3432人接受了采访 而不是原先计划的2万人 而且由于所有受访者都是18岁以上人士 报告没有就少女怀孕节育措施 或其他对公共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给出结论 此外 这项调查只针对家庭 因此他排除了大学生囚犯 部队军人等 过着集体生活的成员 这一切令报告的结论受到了质疑 甚至有人认为他完全没用 现实调查的另一个问题是 人有时候就是蠢 对此 我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委婉的说法 剑桥大学的大卫斯皮格尔霍尔特 在从数字看信有关性行为的统计数据 这本了不起的书里报告了另一项分析 调查者问受访者 在后者眼里 什么构成了圆满的性行为 差不多有2%的男性受访者说 插入是性交不够格 这让斯皮格尔霍尔特经不住好奇 在他们感觉做完全套之前 到底还想要等到些什么 由于存在这些困难 两性研究领域给出的统计数据可疑 是有悠久历史的 印第安那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金赛 在他1948年的作品 男性性行为中报告称 近40%的男性曾有过获得性高潮的同性恋经历 近五分之一在农场长大的年轻男性曾与牲畜发生过性行为 如今人们认为这两个数字都高度不可信 1976年的海特报告 全美女性性行为研究 即随后出版的海特报告 全美男性性行为研究 更令人生意 作者雪儿海特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方式 研究的音答率很低 而且非随机 选择性极强 尽管如此 海特仍自信满满地宣称 84%的女性对自己的男性伴侣不满意 70%的结婚五年以上的女性有婚外勤 这些发现在当时就受到了严厉批评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书都成了大热门的畅销书 美国国家健康和社会生活调查 设计得更科学 调查日期更近 按他的说法 15%的已婚女性和25%的已婚男性 表示自己曾有过不忠行为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信这个话题充满了重复 但却毫无根据的陈述和统计数据 有两个经久不衰的说法是 男人每隔7秒就会想到信 和人一生中平均接吻时间是 20160分钟336小时 事实上根据真实的研究 大学生年纪的男性 每天想到信19次 在清醒时间里 大约每小时想一次 跟他们想到 食物的频率差不多 大学女生想到食物的次数 比想到信的次数要多 但他们对两者想到的次数 都不太多 没有人会每隔7秒 就做一件事 除了呼吸和眨眼镜 同样的 没人知道 一个人一生中 平均用多长时间来期吻 也没人知道 20160分钟 这个精确而又持久的数字 是从哪冒出来的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 做爱的中问数时间 至少在英国是9分钟 不过完整过程包括前夕和脱衣 更接近25分钟 按大卫斯皮格尔霍尔特的说法 每一次性行为平均消耗的能量 对男性来说 欲为100卡路里 对女性是70卡路里 一项综合分析显示 老年人性爱后三小时内 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增加 但铲血也有着同样的后果 更何况做爱比铲血好玩多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